干饭天堂谢宝王竟然换了新店长 整个浪改成了健身房主题餐厅 到处都是鸡肉猛男疯狂露铁 这个新店长会是谁呢 干饭人有多挑剔 点个餐了莫及个世纪 又是要蚝狗里的盐 又是要糟坑烧的辣椒粉 后面排队的都排的鸡来的 眼瞅着金主的吊屁我就走 老谢终于忍无可忍坐地鸡眼了 瞅着一切都不顺 下面不要心撒了一堆三十酱 就被老谢披头干脸当场骂哭 章鱼哥魅吕霍掉一张纸巾 让他当场抓包 那连线诈妙了 头一回知道这个前台的船 原来不是摆设呀 孝王第一宗旨就是杜绝浪费 用一张纸这下为老章鸡眼的 下面拦都拦不住 不知道的 鸡子鱼是隔壁处一群的 这是要杀了干饭老贤鱼住住姓啊 八哥恰好退门进来 老鞋直干的剑朱在大胸脯子上 滑子流 薄薄硬的触感着实很上头 难道这又是猛男天花板吗 连笔记把我首富都败倒在大胸脊之下 媚心八哥除了会遛六点小鸟幅的家以外 竟然还没看面相 一打眼就看着老蟹最近干活旺 八哥建议出去跑骚散散散心 老八这日不能处 有事他是真撬骨子上 把老蟹忽悠走 盯上了蟹网王店长的位子 本来老蟹是想交给小矮免和老张的 脑补了一下护博梗的一凉 论威猛论魄力 八哥可是比这俩人强多了 捧撞脚位一圈连线就答应了 老蟹前脚刚走 心间俩的瞪眼眼珠子看不上 这帮埋了八台的干犯人 那家伙狂你狂你炫的 实际往常比这还邪乎 健身一哥开始蟹网王改造 把点餐的客人在他跑步机上 把收银的章鱼哥也套上小甲板 老张估计这辈子没想到 能干这么高难度的工作 也就八哥健身房那帮猛男能说得了 现在吃每位蟹饱变成了一项体力活 从点餐台走到炫饭的主角子 能要你狗命 更过分的是 从此谢宝王不卖美味谢宝 只卖沙拉和蛋白能量饮 小甲板写那啥好玩意呢 使劲裹了一口 当场都干语远了 八哥可不管那事 一心想让干犯人们管理身材 这俩袖的痴疮好像弄出来 假如你是谢宝王老板 你会把他打造成什么主题的餐厅呢 如今谢宝王被改成了健身房 干犯人坑着别度得被迫锻炼 小甲板得登高上瓦的给送能量饮 八哥好像把家搬来了 好好的饭店成了这帮鸡肉牛马的撸铁天堂 小甲板写和老张想逃跑 干啥啥不行 一个不履会儿接着个死扣子 玩弹晚上架势都打不过饮店 打算走点阴招 回外部地用奶油猪油和美乃滋 榨了一桶高血压高血脂的秘制饮料 那前的八哥根本没喝 全到大胸毒子上了 有谁能拒绝这么丝滑的连招呢 这招不好使 小甲板开始破坏健身设备 噱头瓦定累得跟王牧毒子似的 只困住了猛男三秒不到 就被琢磨洗碎 反倒给人家加大难度了 小甲板王门外全饿得 快要吃人的干饭人 小甲板组建了一支反抗八哥小队 让他们尝尝谢饱的美味 再自律的猛男碰到每位谢饱都得废废 他也没吃过油滋滋的食物 孩子吼吃哭了 连八哥都没能逃过真相定律 就是练了一层煎的肉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当老习三天回来 一进屋都傻了 面前走的一天 生意能最好 干饭人的快乐又回来了 去哪儿送客 观音走好